看娱乐八卦 一个女人要是美貌和聪慧兼具 再加上那该死的温柔 那她就能站在尖子塔上 无疑张玉珊就是如此 一个聪明美貌 以及温柔极其一身的人 她并非生来传奇 而是一步步书写出来的 在和向华盛在一起之前 其实张玉珊的绯闻就不少 人品得到全网认证 优质偶像古天乐 在接受采访时 面露不悦直言道 别跟我提这个女人 曾经的叛逆摇滚青年 谢霆锋也当众表示 这个女人就是绯闻制造机 攻不下男明星 但张玉珊在大佬面前 可是无往不利 所向披靡 像大名鼎鼎的邵义夫 就很喜欢和她聊天 2006年 邵义夫因肺炎入院 出院后也不着急回家 而是第一时间约张玉珊喝茶 从此坊间盛传她是邵义夫的四大红颜知己之一 曾捧红刘德华的经纪人李润华也和她有过故事 不过那段闹得挺难堪 因为李润华的正牌女友是女星佟爱玲 对方在媒体面前边哭边爆张玉珊对自家男友的温柔公事 一时间渣男渣女惨遭全港抛轰 但这种风圆风雨并没有斩断张玉珊的老男人远 后来她又不知怎的结交了横跨政商两界的大佬 原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黄淑民 认对方当干爹 再后来 在这位干爹的牵线搭桥下 张玉珊才跨越阶层认识了她的男主角向华盛 张玉珊在采访中提过 都是拜她妈妈所赐 她出生于一个相对富裕的潮州家庭 但家长重男轻女 妈妈对她的要求从小到大只有一个 就是别做错事 理由是因为她以后要嫁人 在这样的教导下 张玉珊从小谨言慎行 很会看人脸色 当然除了这个触始态度 更重要的还是长了一张清纯的脸 才十四五岁 张玉珊上街就能收到一打星探的名片 奈何她对娱乐圈一点兴趣都没有 至于为什么后来还是入了行 因为想看哥哥张国人的演唱会 但还没有开口 就知道妈妈不会给自己买票的钱 于是心一横就去拍了广告片 本来只想赚点零花钱 谁知居然有唱片老板 说要给她出唱片 说得也很直接 不会唱歌也没关系 我们就想找个漂亮的 捧起来当学生情人 虽然签约当歌手 但张玉珊正儿八经的第一份娱乐圈工作 却是拍戏 和古剧机的总有出头天 从开拍到杀青 张玉珊都是一脸懵 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 唱歌也是如此 连出两张唱片都成绩一般般 她深知自己不是这块料 既不能享受其中 又难以混出名堂 所以张玉珊也算身在曹营 心在汉 一心也没有把心思放在主页上 直到他遇到了向华盛 一起创立永胜电影公司的向华强 向华盛兄弟 是当年港圈一等一的大佬 大聪公司一创立 向华盛捧的就是张敏 刚刚出道 哦 不是搭档刘德华 就是让张学友 周星驰 莫绍聪来给他作配 八年拍了七十多部戏 步步都是女主 谁让她是大佬的女人呢 据说为了她 向华盛还和发妻张美玲离婚 所以当时永胜出品的电影里 女主不是她 就是邱淑珍 毕竟她俩分别是老板向华盛 和导演王晶的女人 坊间传闻 有一次张敏邱淑中 共同出演电影中 导演王晶夹带私活 不停给自家女友加戏 结果一收工 就在街上被暴揍一顿 幕后黑手当然是向华盛 但后来还是散了 至于分手原因也相当有意思 据说1994年的某个晚上 张敏和他兄弟俩 在门五酒楼吃饭 结果突然杀出一群蛊惑仔 一通操作 把向华强给砍伤 向华盛很慌啊 赶紧去找算命大师白龙王 结果人家来了一句 此女两腮无肉 没有忘夫运 然后寡情的大佬为了保前程 果断和张敏说拜拜 男女朋友是当不成了 但是向华盛就喜欢这一款呢 怎么办 也不知道是有心设计 还是无意巧合 黄淑敏就给他介绍了 和张敏有几分相似的张玉山 大哥这次多了个心眼 第一时间就带着新女友 去拜见白龙王 没想到白龙王一看就表示 此女子是灵同转世 一定要善待她 最开始向华盛还是将信将疑 可没多久她干什么都顺 逢赌必赢 炒股票也赚到飞起 于是一开心 就公开承认了 这位小自己24岁的女朋友 一夜之间张玉山的名字 在圈内无人不识 要知道之前的张敏 谁都知道她是大佬的女人 但两人之间 一张亲密同框图都没有 虽说是替身情人 但张玉山一点也不在意 当时向华盛脚步出问题 行动不便 于是张玉山立即温柔上线 细心照顾 甚至亲自为向华盛洗脚 在张玉山的温柔攻势下 向华盛终于沦陷了 而后张玉山生病时 向华盛也是放下身段 亲力亲为的体贴照顾 很多人以为 他跟向华盛后 会走上张敏的老路 借助向家的权势 来拯救自己在娱乐圈中 不温不火的现状 可好胜的张玉山 打了所有人的脸 他曾放言 绝不参演向华盛的电影 而这也恰巧是 他的聪明之处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依靠男人 拿有自己变强来得稳妥 从一开始 就没打算入行的张玉山 眼见着自己的演艺圈 打拼十余年 事业仍没起色 越发觉得自己 与这行无缘 于是懂得及时止损的张玉山 在25岁这年 做了个重大决定 退出娱乐圈 转型成为商人 从这一决定也能看出 张玉山头脑清醒 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但是这份清醒 就让许多一心 要嫁入豪门的女性汉颜 在决定经商后 张玉山接触到了瘦身产品 并买下代理权 一开始 男友向华盛不太赞成 对他抱着怀疑的态度 张玉山的性格比较倔强 他不想被男友看扁 于是凡事亲力亲为 没想到短短一两个月 张玉山就狂赚五十万 他把现金全探在向华盛面前 让大佬刮目相看 张玉山在采访中说 向华盛的两个眼神 他永远不会忘记 一个是他刚提出 要做生意时 向华盛的不屑 另一个是他快速赚到钱后 向华盛的震惊 男友见状也不再质疑他 还给他提出了很多 有用的建议 虽然天时地利人和 但所谓师父领境门 修行靠个人 关键还得看张玉山 自己如何运作 颇有商业头脑的他 用一年时间 帮沈殿霞的女儿郑心仪 减掉一百斤 有了这个活招牌 品牌迅速打奖了知名度 而在修身堂 进军内地市场时 张玉山又请来了 好友娜英等人 帮忙站台 把明星效应玩到了极致 有了男友的人脉 和圈中好友的捧场 加上自己的商业头脑 张玉山仅仅用了四年时间 就让修身堂 在港交所成功上市 那年才29岁的张玉山 也成为了香港 最年轻的上市公司CEO 但聪明如他 还懂得急流勇退 虽然公司发展得很好 但是他却把股份套现 三十出头就实现了财富自由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 张玉山日后 一定会成为向太史 两人还是没有逃过七年之痒 2006年 两人宣布分手 虽然做不成夫妻 但两人维持着朋友关系 后来向华盛另娶了娇妻 2014年 向华盛因为癌症 不幸逝世 在葬礼上 张玉山还一度痛哭不已 还是向太在一旁搀扶着他 不是轴礼胜死轴礼 据说当时他哭得气不成声 差点昏厥 有人说 张玉山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傍上了大佬 但这何尝不算 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云 张敏开局是风华绝代吧 但离开向华盛后 过得一地鸡毛 几年前 张玉山已经将公司转让 公司转让后 本以为他的生活会变得悠闲 没想到依旧忙个不停 这大半年来 他已经多次往返内地工作 前后隔离了四次 张玉山透露 在酒店隔离期间 他安排了很多会议 闲暇时还会跑步看戏 他笑眼 隔离期间看的戏 比这辈子看的戏都要多 问到是否越看越有戏眼 他说道 越看越害怕 对自己没信心 还说不会付出娱乐圈 因为这不是他的专场 张玉山表示 他本身想低调生活 没想到自从上了 牙剑帮主持的节目后 不少路人对他有印象 几天前在街上 有人对他介于 认得和不认得之间 让他很是尴尬 节目播出后 有媒体爆出 张玉山住着海景豪宅 身价高达三亿 在追问此事 他没有否认并罕见回应道 外界已经写了很多年 总是被这样写 没什么特别 他最介意人家写他的年龄 也难怪张玉山那么介意 别人说他的年龄 毕竟他至今单身 无儿无女 当初与向华盛在一起时 两人工作都很忙碌 渐渐地感情出现问题 在拖拖拉拉很久之后 他们终究选择了分手 分手后张玉山身边不乏追求者 但他似乎提不起兴趣 一直保持着单身的状态 好友苏永康都看不下去了 曾组织饭局介绍异性给他认识 但他不太领情 讲真的 缘分是很奇妙的 有时候等了很久都没有 有时候突然就来了 在此祝福张玉山早日找到自己的真名天子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